A.S.C.P. 239 The Witch Child 物魔幼女 项目等级Keter 都受容措施 A.S.C.P. 239 因被安置在一间配备有一张床 一台新电图间时起 和一个需每日补充的 装有混合 与物巴比图的静脉点滴 在任何情况任何时间下 A.S.C.P. 239都不可离开其送用区域 房间的墙壁使用心灵遮断 千合金覆盖 只有二级员工可以随时接触A.S.C.P. 239 A.S.C.P. 239送用区域的所有守卫人员 都需佩戴心灵遮断帽 对象自身的名字为 Siguro Stefan Stolteer 任何情况下 对象都绝对不可以被唤醒 任何试图唤醒A.S.C.P. 239的人员 会被立刻处决 描述 A.S.C.P. 239的外表是一名八岁女孩 身高一公尺 体重20公斤 对象有极尖的心法 进一步检查发现 对象的眼睛闪烁着灰绿的色调 对象似乎会放出未曾发现过的辐射 该辐射被命名为 这些波在低强度时似乎无害 但在高强度时能把物质分解成次元子粒子 A.S.C.P. 239 似乎有能力完成任何它表现出意愿想做的事 简单来说在神智清醒的情况下 他可以随心所欲完成任何他在基础心理上想做的事 幸运的是他似乎只会影响他自己和他附近的事物 即如果他能看到他他就能改变他 无论如何去测试他有多强大都不会是一项明智的举动 他似乎可以创造和影响活物 比如当一个低血人员不小心伤害了他 他仅仅想了一下便让低血人员消失 幸运的是当他对他的行为感到内疚时 他又希望将他带回 当他清醒时 A.S.C.P. 239的自我保护本能令他近乎无敌 对象的皮肤只能被A.S.C.P. 148死穿 作为控制对象能力的一个方法 他也被告知他是一名女巫 这除了让他的情绪更好以外 还让他相信在使用自身能力时 必须先念一段咒语 该咒语由基金会提供必颖预先批准 这将有希望阻止任何逃脱尝试 然而为了避免任何伤害自己或他人的潜意识想法 对象在所有时刻都会保持镇静 起源 A.S.C.P. 239在 出生后很快引起了基金会注意 在对象出生约三小时后 医院即被一场不明原因的大爆炸摧毁 新闻界被告知这是由瓦斯泄露所引起的 基金会团队很快被派网去搜寻异常状况 他们找到唯一一名幸存者就是A.S.C.P. 239 接下来八年中 对象在基金会的富庸下成长 自 20 起 对象被保持在药物导致的昏迷状态 直到有另行通知 这项决定由 所作出 A.S.C.P. 239被长期失望于赛时期 我是 2004年12月26日的笔记 他妈是谁觉得跟他讲圣诞老人的事 然后又说这是一个故事或是个好点子 现在我们需要解决一个潜在的S.C.P. 但我们抓不住他 因为他会 魔法 A.C.F.博士的报告 我对他的情况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A.S.C.P. 239是一个无法接受的收容与安保风险 尽管你有数个提议说使用它来收容其他A.S.C.P. 但A.S.C.P. 953和其他的例子 想必严酷提醒我们 高股基金会对现实修改类A.S.C.P.的控制能力 所带来的风险会有多大 因此我以下提议 用A.S.C.P. 148做一个刺穿器具 他应该能刺穿A.S.C.P. 239 原本无法刺穿的皮肤 这个工具能在A.S.C.P. 239沉睡 且能力无效化的时候杀死他 鉴于A.S.C.P. 239醒来和抵抗处决的危险性 我建议被悬上的执行者 同时携带A.S.C.P. 668 以尽量减少并发状况 这个措施的危险之一 是239可能会醒来 并认为执行者是朋友或是好人 然后强行改变现实 基于这个原因 我个人自愿去执行这样的措施 通过审查我的个人档案 一能明确我的 可以让我在发生现实转变后 继续执行这样的操作 Clap 以上就是A.S.C.P. 239 简单地说A.S.C.P. 239是一个八岁女孩 拥有近乎万能的现实扭曲能力 只要心里所想的事就会成为现实 基因会为了限制她的能力 欺骗她她是一位女巫 让她认为自己需要咒语才能使用能力 而文章中提到的几个S.C.P. A.S.C.P. 148是一种能阻挡精神影响的合金 不过长期接触会导致人的精神退化 A.S.C.P. 668是一把主厨刀 当拿着A.S.C.P. 668的人实施暴力行为时 会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 使他们无法帮助受害者 A.S.C.P. 953是只有产生幻觉能力的九尾狐 不久前才介绍过 文章中最后Clapp博士提起杀死A.S.C.P. 239 引发A.S.C.P.基因会早期的一个大事件 事件239-B 这个事件导致了多个A.S.C.P.被破坏 事件后A.S.C.P. 239就被以药物维持在昏迷状态 事件239-B是一个蛮复杂且混乱的事件 而且大部分参与的S.C.P.都被归档或废除 归档的S.C.P.会在后面被加上Ark 代表这个S.C.P.实际上应该被删除了 但是因为跟过去的故事或其他S.C.P.有关 所以文章被保留下来 废除的S.C.P.在以前文章还没有那么多时 会有人为他写被处决的故事 这时候后面会被加上D 而基因会最有名的博士 天启斯博士 Clapp Kondraki Gears 和Bright 再加上一只外形式狗的Kan博士都参与了这起事件 下支影片会来介绍这五位博士 顺便讲讲事件239-B 以及参与其中的S.C.P.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就帮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成S.C.P.的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